新城乡公所15号上午办理环境导览解说人员 继海洋产业人才精进职能受证的记者会 而这次完成培训的学员共有64名 包含环境导览解说人员18位 丙级独木教练21位 丙级充气室救生艇教练25位 充分展现新城乡海洋休闲产业的人才培训 训练过程以及学习成果 新城乡公所15号上午办理环境导览解说人员 及海洋产业人才精进职能受证记者会 这次完成培训的学员共有64人 包括环境导览解说人员18位 丙级独木教练21位 丙级充气室救生艇教练25位 新城乡公所农业观光科科长赖志明表示 向上合理一台极力推广本项的观光产业 更重视培议本乡的观光专业人才 让观光输入有效的留在本乡 相公所自110年起开始积极争取海洋委员会补助经费 规划性半年海上安全及生态保育知识等课程 循序渐进来从海上活动安全品质的提升 到推广海洋产业的行销策略 代表乡长和理台 我要先感谢海洋委员会 以及花莲县政府徐政会徐县长 从110年去年的111年到今年的112年3年 每年都挹注我们100多万来支持我们新城乡的 岸海聚落地方创生的计划 也使得公所有那个经费可以来推展相关的海洋观光 以及人才的培训 所以非常地谢谢我们海洋委员会 以及徐政会县长 今天的颁证典礼 我们取得证照的有我们的环境导览人员18位 还有我们独木舟21位 救生艇教练有25位 非常地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新城乡观光推展的尖兵 也是未来我们新发联的海域开放以后 整个海域的休闲观光产业的安全 是你们在帮 新城乡的和理台表示 新城乡有规划性的为乡民做好海洋知识 与海上油气安全知识培养 配信专业的课程 从去年度丙级独木舟教练 水上摩托车教练 培育海上活动安全指导人员 今年度也安排去年取得证照的教练 担任课程助教以及规划性的安排参训学院的实习等工作 提供安全的海上活动品质 为国人为乡民把关 在提升海洋产业的品质之外 也推广海洋油气在地海洋特色 为新城打造新海洋形象 新城美丽无限 记得终于新城市 新城市 陈欧尔